现在的持股投资人 到底应该去追那些相对的强势 还是找一些相对低档有机会补涨的 营收财报要陆续的公布 有哪一些聚焦的焦点 我们请教分析师胡玉堂 玉堂午安 跪头都没有打午安 玉堂现在市场最担心 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讨论的 如果现在在美选的一个结果难产了 美营的研究团队说 如果难产 还不是谁选输选赢的问题 只要胶着难产 美国股市就可能再向下修正20% 这个说法你怎么看呢 没有错 因为我们讲的 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 因为这一次美国大选 一部分是采用邮寄投票 所以开票的时间可能会拉长 甚至说中间会不会产生一些 不确定性的一些纠纷等等 这个是市场最担心 所演变出来的一个剧本之一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从目前 不仅台股 甚至美国的一个四大指数来看 尤其在上周的一个表现 都是相当的弱势 可能有部分的一些 担心的这些潜占性的卖压 在选前这段时间 开始倾逃而出 我觉得十大指数在十月份 以来的走势 其实都很雷同 有一个这种尖头性的 这种A字型的一个反转 甚至季线都跌破了 我觉得地方似乎有反映出来 是不是市场上比较担心 这个选举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甚至选后的一些政策 政治面的一些改革等等 对于经济 甚至对于股市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 反映出来市场的一个 避险形态比较浓厚 所以我觉得回到台股身上 大概也有这样子的味道 就是我们过去谈到的 尤其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整体的量能来说 相对并没有 比较积极性的一个买盘 在这边率先去做一些卡位的动作 当然基线也是厮守的情况之下 这种停损性的卖压 看起来也是比较沉重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当然对于短线上 当然就是选举真的几天 可能指数的空间 应该并不会太大 因为不会有所谓 特殊性的一些 压保性的买盘 或利多等等 我觉得可能等选后 这个趋势面会更明朗 当然指数的部分 因为极限跌破了 我觉得操作的一个看法 当然就比较中性保守一点 但是就像刚刚祝华谈到的 其实以今天台股内容来看 个股的表现并不差 尤其聚焦在一些 比较具有业绩面支撑 甚至是说 接下来第四季 所谓消费性的旺季 不管像是苹果的供应链 或者是像是PS5等等 这种所谓第四季 有传统性的购物需求 尤其111所谓的一个 购物节级在到来之际 像是航运等等之类的 这些产业 应该都有同步性的受惠 在今天 其实大盘当中 有一些步伐 有利多消息 但是利多不涨 有一些利空 似乎盘中 已经有消化的一些迹象了 我们先来看到在今天 大盘虽然量缩到 预估大概1700亿左右 有一些个股下跌带量 有一些个股上涨 有追加力道 人际焦点股在联电 联电上个礼拜五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跟玉堂 一起来追踪 联电高档拉回 上个礼拜五 跌破了月线 上个礼拜五 玉堂就持续的提醒 大家要注意 盘后公布的投信 对于联电的持股 到底有没有转卖 如果转卖的话 在今天就要特别的小心 果不其然 上个礼拜五 投信 结束了连续七个交易的买超 由买转卖 好 但是有转卖的第一天 股价是不是转弱了 还不知道 因为上一次 曾经在10月16号 画面上您看到中间 投信也有跑票三天 再高档连续三天的调节 不过 卖完三天之后 又把它买回来 再度推升连键的股价 创了波段高点 那这一次呢 联电不是没有好消息 联电其实在礼拜六 举行了一个运动家庭日 庆祝联电40岁的生日 好 接下来大家 当然最关心的就是 到底半导体 现在有很多的新机会 联电有没有持续加码台股 或者加码台湾的一个企图心 联电总经理也提到说 现在8寸的需求持续的畅旺 产能利用率满载 已经跟客户谈妥 明年价格会涨价 尤其12寸晶圆代工的价格 现在看起来趋势还是持续看多 当然今天媒体也披露说 在半导体族群当中 包括了晶圆代工 在接下来都还有涨价的一个机会在 上个礼拜才在持续讲这个讯息 但是礼拜五很明显的联电高档拉回 跌破了月线之后 在今天投信转卖的卖压 让市场更为谨慎了 玉堂上个礼拜五 你提醒投资人要注意的 投信加买的状况果然发生了 今天第二天跌破了月线 距离接下来的支撑 中间这叫黄色叫季线 季线的价位26.5 还有一段的差距 怎么研判在投信这一次的跑票 会不会持续的调节 第二个是今天以技术现行来说 连续两天跌破月线 这样算是高档修正 还是恐怕资金已经有松动的迹象了呢 以目前的趋势角度来看 我觉得可能要更为提高风险的意识 当然不是说连电的基本面不好 而是说来到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第一个反而法说过后 我觉得有点利多出境的感觉 就像刚刚做好最终道的 投信的买盘 在上周的是转卖 而且上周是爆大量去跌破月线 今天再下跌 因为月线的一个部分 其实算是这一波比较重要的一个反手关卡 当然季线是一个比较中长期 算是生命线 当然中多的格局没有改变 但是目前来看 修正可能会面临到 因为就像刚刚聊到的 原先最支持的买盘是投信 那个说上周的一个大卖 今天是不是有转卖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如果连续性的一个卖超 然后月线占不回去的话 那可能连电也不排除 有可能再回撤下跌季线 大约可能在265的位置 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 因为就像刚刚谈到的 其实法说过后 其实外资在10月份的操作 当然跟投信是不同调 不过我们当然强调 投信是过去这一波根据主导性的 但是如果连投信 都已经有点高档获利减码的话 那可能短线上对于连电的股价 我觉得整理的时间可能会拉长 好 今天连电第二天跌破月线 同样的状况发生在2454的连发科 连发科今天的走势是 开高然后走低 直接移根带量的high care 灌破了月线 最近连发科在守一个缺口 这是10月8号网上的多方缺口 上个礼拜就已经守得非常辛苦了 刚好也就大概在月线的价位 今天正式完完整整 把这个多方缺口给封闭回来 怎么看待连发科的后事呢 当然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今天来讲 这根high care稍微有比较 让市场担心一点 因为第一个 在今天算是有点增量性的一个黑 care 那下档的一个位置 季线大约在636这附近 那以目前来看 季线算是一个比较走平的一个味道 有一点点已经扣底在高档有转弱的疑虑 如果之后再跌破的话 所以第一个角度来看 联发科在10月初的时候一度上涨 那时候在外资投信的一个追买之下 也反映财报面的利多 但是目前市场来看 可能第四季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不如原先预期 来得这么强劲 所以说今天的这一根的一个 增量性的一个黑盘 我觉得在技术面上 我会比较保守一点做解读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 如果季线在尾盘 或者在明天跌破的情况之下 可能在联发科的一个技术形态 我会比较偏保守去做个看待 好 那台积电 最近大家在看的是到底跌够了没 因为很多在这个盘中 领股正式的交易上路之后 大家也看台积电 到底是不是进场来小事身手的时候了 这一波10月的大概在中旬 465块钱的高点拉回来之后 上个礼拜跌破了季线 目前为止短均 无日均 时日均跟月均都是往下 跌破季线 但是季线还是往上的 短期当中也跌算蛮深的 连续6个交易与外资的卖超跌够了没呢 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是比较有点令人担忧 因为第一个在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是来自于外资的一个转卖 那当然目前来讲 季线还是属于一个助长的一个情况 不过在以扣底的位阶来看 因为八月份以来大概三个月都是处于这个高档的横盘整理区 所以说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如果说这个地方季线涨不回去的话 这个高档的一个头部形成的一个拔劳卖压 我觉得它会比较沉重 那第三点就是在外资近期 我们一开始有聊到 对于一些美国中共大选真实面不确定性 它的一个避险提款的动作是比较积极的 所以说在这种外资高持股的这些个股身上 尤其台积电 跟有时候外资要卖股票 跟基本面有没有多大关系 它要避险它要提款 那台积电一定都会是它的一个锁定的提款标的之一 所以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外资的一个卖超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减缓的情况之下 可能对于股价上它还是有比较 这个往下修正的一个压力 好 这是今天大型股的表现 的确外资 如果美国股市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大型全职股 尤其是一些电子全职股 外资埋满手 恐怕还是难以成为外资所调节 当提款机的目标 那传产现在资金摆在这个地方 相对比较安全吗 2603的长荣海运 这个波段的高点其实就在10月26号 一度攻上了20.15块钱 20.15块钱的高价 长达了一个礼拜的修正之后 持续都在挑战五日均线 今天长荣海运早上开展之后 大半场都维系在红盘 刚刚一度的压回到平盘 今天不止长荣海运涨 航运族群货柜散装 今天都有点火力道 万海 益航 远雄港 中飞航跟荣运 大盘下跌44点 这些个股不仅仅抗跌 还有一些追加的力道 所以现在短期当中 把资金往这里摆相对比较安全吗 玉堂又怎么看到 长荣刚刚一度压回到平盘 现在又有点火的买盘呢 这应该绝对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第一个就货柜行运来说 我觉得跟最近波动比较大的 一些电子类股 甚至美股的一个部分 算是比较脱钩的 这个部分联动性并不大 那第二个来讲 本身货柜行运的部分 目前整个第四季到明年农历年 整个产业界的看法 认为这个涨价的一个 运价长这样的一个态势 还有机会延续 那整个市况上看起来都不错 所以目前来讲 我觉得也看得出来 外资在近期的操作很明显 就是比较弃一些金扣 大型的电子权重股 刚刚谈到的货柜行运的 几两指标 长荣 阳明 万海 其实十月份以来 法人几乎都是站在买方 甚至像刚刚谈到的农运 或者像是台华投扣 这些物流业者的一个部分 也是在十月份以来 外资也是沿路加码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族群来说 物流到航运这一块很明显 反而外资的一个兴趣度是比较高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第四季 他们的业绩展望性都不差的情况之下 这一块我倒觉得是目前来讲 在第四季应该是有表现 可以去做期待的 好 当然现在大家也看好第四季 市场不管是运驾 或者是整个热络的景气热度的状况 以货柜航运来说 在接下来有机会一路的看望到明年的农历年 今天还有一些个股的表现 比如说在网通族群4906的震文 震文在今天不仅仅完全不受到大盘的影响 早上一开盘直接一个价格跳空开高 开盘没有多久一度的锁上了涨停 但是今天掌厅没有锁住 开开关关 几个问题请教玉堂 第一个是震文在今天什么题材 助长今天带了一个好大的量 而且不仅仅带量 可以用爆量来形容今天震文 爆量触破了长达三个月的横盘整理区 第二个是目前的价位也创下了波段新高了 保守估计是至少三年以来的新高价 震文的续航力怎么观察呢 在财报的部分有业内外同时的助攻 当然本业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成绩会让一些先前比较被市场低估的 这种所谓叫做业绩成长股 股价会去做一个反应 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 有个股的一个表现还是可以期待 那震文来讲第一个我觉得来自于5G在明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铺件 它一定会更快速 所以网通设备我觉得明年的一个市场普遍来说 看好度都是不错 原本预计是最快2020下半年爆发 因为今年受到COVID-19的影响 所以这相关的订单甚至一些各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铺件 是延后到2021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第三季的营运状况不错 那第四季甚至到明年 我相信都没有悲观的理由 而且外资其实在10月份已经先卡位了 可能也预料到在这些业内外的获利不错的依注之下 所以说在近期来说 我觉得投资人可以挑选的 甚至是说跟着法人布局的 大概都是在这些业绩成长股 这些投信外资都已经有所琢磨 除了震文之外 像是我们之前谈到的 像是这个手机链当中 TDDI的主要供应商之一的3515的敦泰 在中国大陆市占率主要也是很高的 像是这些小米Vivo都它的主要客户 你看敦泰的部分 第三季营收也是写下新高的一个数字 投信在过去是连五买 尤其这次减资回来之后 市场也比较期待 整体的一个财务结构 更为精实的情况之下 整个获利面 甚至是说 前景都不错 所以说你看敦泰的一个技术形态 简直回来 非常强势的维持高档 投信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转满 再来接下来还是有 旺季效应可以期待的就是 2353的宏基 宏基在第三季的营收 也是写下近几年来不错的一个数字 这个800亿元的成绩 年正27% 是创下23季以来的新高 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是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 这个远距教学的心情 商务笔电 甚至到这个电竞相关的一些NB的部分 卖得特别的好 那你在上周传出来好消息 因为宏基旗下这个宏基游戏 它是拿到台湾地区PS5的这个销售权的一个部分 那这一次PS5预购相当火热 甚至到整个第四季到明年 甚至市场在预估 这次PS5会创下历年来PS 卖最好的一个产品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宏基来说 整个电竞的触角不仅是在NB端 甚至已经延伸到所谓家用游戏机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整体来讲 宏基当然获利EPS还没有公布 但是顺着它的营收的表现 创23季的一个新高之际 原来我觉得 整体公布出来数字应该会不错 那外资其实在过去这两三个月 大概也加码了20万张左右 所以我觉得类似像这一些 比较具有业绩可以期待的这些电子股 我觉得在股价还没有所谓大涨喷出去之际 原则上拉回还是可以站在买房的 好 那刚刚提到的 包括了在今天 我们提到包括了这些所谓的像正文 正文今天的爆量 第一个股价已经创波段高了 第二个在今天爆了一个量 所以短期当周 我们说这三个月之内进场的 至少都有获利 在现在应该要先入戴维安吗 我觉得目前来讲 还可以做续报 因为第一个虽然今天涨停 看起来所不在处 是不是多方的气势 气图性不够强 不过技术形态来看 我觉得算是蛮漂亮的一个 跳空做突破 因为毕竟正文来讲 大概也在高档整理了 两个多月之久 所以我的观察是这样 因为外资在10月份也在买 如果说今天的开高 外资是有持续站在买 方没有转卖的话 原则上持股上 我都觉得还可以去做一个续报 好 谢谢玉堂 谢谢